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当年这位魔王和尚就是清朝的顺治皇帝 这是怎么回事呢 接下来咱们去探访一下这座慈善寺 在北京石井山距离城区38公里外有一座天泰山 因为主峰西侧有一处平台 因此也叫做天泰山 就在这处平台上还有一座古寺庙 俗称魔王老一庙 传说是和清朝顺治皇帝有关系 这个地方就是慈善寺 我现在已经上来了 慈善寺是需要门票的 八块钱一张 这边的景色特别好 今儿天特别蓝 从前边那个停车场进来以后 进入山门前 大家看首先是一排神殿 然后就是慈善寺 这座门是应该后来修的 山门应该在那个方向 从远山门进来以后 首先能看到几座小庙 分别是观音阁 小财神庙 王三奶奶殿 弥勒佛殿 龙王庙 娘娘殿 火神殿 吕祖殿 还有马王殿 在龙王庙前 大家看 还有一口井 这口井的后方有一座石碑 刻的是圣水泉 关于这口井 还有一个传说 相传当年顺治皇帝 在慈善寺出嫁的时候 特别喜欢喝这口井里的水 经常用这井里的水去泡茶 称为西山之罪 因此得名圣水泉 现在已经看不见了 给完全给保护了起来 据说当初慈善寺里 是有七座小庙 他们按照北斗西星的方位 进行排列 是乾隆皇帝 游四时下令修建的 但后来就被破坏了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几座小庙 都是上世纪 八十年代重建的 当大家看到这些神殿后 是不是感觉很奇怪 为什么殿内供奉的有弥勒佛 有龙王 有王三奶奶 有财神 还有吕洞宾等等 因为这座寺庙 是集佛 道 民间各神 为一体的寺庙 关于这座寺庙 它的始建年代 一直存在争议 有说是明末清初 有说是明朝万历年间 也有说是明朝景泰年间 因为在景泰年间 有一位举人叫做黄瑜 他写了一本书 在这本书里 他提到景泰年间 天台山上就已经建有寺庙 总之关于这座慈善寺的始建年代 至今是没有结论的 接下来咱们进入慈善寺 进入山门后 正常情况下 殿内居中位置应该是弥勒佛 两侧是四大天王 但这座寺庙进入山门后 居中位置是空的 两侧也没有四大天王 而是关于和维陀的属下 因为是殿内神下 所以就没有进行拍摄 进入山门后 西侧有一棵被黄布包起来的树 非常明显 这是秋树 据说树龄有四五百年 每年农历三月十五前后开花 在民间 还有秋树开花 代福还家的俗语 进入山门后 大家看我身后 有一个日轨 在故宫里也经常能看到 日轨是古代祭食遗迹 这个日轨是清乾隆五十五年制作的 它和这座寺庙一样 也有很特别的地方 日轨在很多地方都能看见 比如说在故宫里 日轨的表盘上刻的都是汉字 但这个表盘上 大家看 刻的却是罗马数字 而且表盘区中还刻有1790 这种形式的日轨非常罕见 那为什么把这个特别的日轨放在偏僻的慈善寺里呢 之间还是一个谜 过了日轨就是慈善寺的正殿 叫做大碑坛 殿内供奉的是亲手亲眼佛 从大碑坛过来以后 就是整座寺庙 一座很特别的大殿 它叫做伏魔殿 我身后这座大殿叫做伏魔殿 这里边供奉的就是刚才视频开头 咱们聊的魔王和尚 据说它长得特别像清世祖顺智皇爷 咱们进去看一下 最初这座伏魔殿那样 供奉的可不是魔王和尚的塑像 而是魔王和尚的肉胎 据说当年魔王和尚的肉胎是面向北京城的方向 严格来说应该是紫禁城的方向 那为什么这位和尚元祭后 要看着紫禁城的方向呢 民间传说 这位魔王和尚 就是清朝的顺智皇帝 如今在殿内的墙壁上 还悬挂着顺智皇帝所做的顺智归山事 咱们说几句 来时糊涂去时迷 空在人间走一回 未曾生我谁是我 我死之后我是谁 黄袍脱换紫家沙 只为当年一念叉 我本西方一纳子 因何生在帝王家 十八年来不自由 南征北讨几时修 我念撒手归山去 谁管千秋与万秋 这顺智皇帝的一生 对他来说是痛苦的 他是清朝的第三位皇帝 入关定都北京的第一位皇帝 他的父亲是皇太极 母亲就是大名鼎鼎的 孝庄太后 顺智皇帝入关后 他只是一位傀儡皇帝 真正掌握大权的是 他的皇父摄政王多尔滚 在这段期间里 顺智皇帝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 顺智七年多尔滚在外打猎时 突然去世 此时当了七年傀儡的顺智皇帝 终于熬出来了 成为大清帝国真正的皇帝 虽然他是顺智皇帝 但他的一生啊 无论在事业上 还是在爱情上 不是特别的顺 顺智皇帝的多数妃嫔 都属于政治婚姻 就是没有什么感情 他最宠爱的就是董厄飞 在顺智十四年 董厄飞生下了一位皇子 这顺智皇帝非常高兴 但不久后 小皇子就要折了 这对顺智皇帝的打击 是非常大的 三年后 在顺智十七年 董厄飞因病去世 爱子爱妃的相继去世 使顺智皇帝的精神彻底崩溃 从此他看破红尘 执意要出家为僧 但后来由于小庄太后的阻拦 顺智皇帝没有成功 不久后就突然驾崩了 根据青世祖十路中的记载 说顺智皇帝从生病到驾崩 只有六天时间 关于死因并没有详细记载 正因为这样 后人不免产生怀疑 后来在民间就流传出 顺智皇帝并没有因病去世 而是出家了 关于这个问题 咱们在青少年的视频中 已经聊过了 这个视频就不重复了 从伏魔殿穿过来以后 还有一个院落 这个院落就是当年 冯玉祥将军居住的地方 咱们进去看一下 在1912年到1925年期间 冯玉祥将军层三上廷泰山 来到慈善寺隐区 如今这处院落成为了 冯玉祥将军世纪陈列士 在山明外东侧的山坡上 还有将军当年留下的 勤俭为宝 真吃苦等六处凯苏石坡 在慈善寺附近的山崖上 还有一个高4米的 史加摩尼浮吊河头 也是北京最大的石调河头 我现在带大家赏山 咱们去看一下 终于爬上来了 大家看 这就是 那个浮吊河头 咱们现在上山 去寻找一座木塔 大家看 这就是那座 燃灯古佛塔 这边有一介绍 是魔王和尚的一波塔 说白了就是 魔王和尚的一关轴 这座塔是在于乾隆年间 关于这座慈善寺的由来 还有一传说 说在康熙年间有一封僧 来到天台山修行 厚得正果 朝廷赐他为魔王和尚 据说他在元寂的时候 肉身没有腐烂 长得特别像清朝的 顺治皇帝 因此在民间流传 顺治皇帝 出下天台山 但如今这位和尚的肉胎 没有保留下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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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